南亚地区 尼泊尔属于南亚地区 南亚很多国家 用茶子 用勺子 甚至用手吃饭 我去中国之前 专门买了一个勺子 心想如果筷子实在不会用的话 就用那个勺子 但是我到了本世代的学生食堂之后发现 食堂里面根本没人用勺子 看来我必须学会用筷子 否则多丢人呀 于是我尽心尽力的去联系使用筷子 没事的时候就拿着两根筷子夹东西 剪刀什么就夹什么 上课的时候 把两个铅笔当成筷子夹橡皮什么的 终于我在朋友的帮助下 随会了熟练的使用筷子 随会用筷子吃饭时 发现筷子没有倒叉那种金属味 更没有那种倒叉在餐盘上的那种刺耳声 因此如果你想你可以走到整个吃饭的过程中 几乎无声 现在我用筷子用得很顺手 跟中国人没什么差别 用筷子夹东西很快 不仅仅是那些鸡排 土豆之类的容易夹的东西 连光滑的棉条也夹得很顺手 想吃中国人的火工 那就筷子特别方便 假如有那个勺子 还有茶子的话就太麻烦了 太难了 我在中国留学的五年当中 我的中国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 并且爱上了中国 爱上了博大精神的中国文化 爱上了总餐 更爱上了试用筷子 有一天我的中国朋友问我 你知道中国筷子的来历吗 当时我有点怨然 时候我在网上克服了一下 没想到中国筷子有很深远的 历史 中国的筷子历史有求 最早可追溯到商代 筷子的一头圆一头方 圆的相正天 方的相正地 对应天原地方 这是中国人对世界基本原则的理解 手持筷子时 拇指是指在上 无名指小指在下 中指在中间 这是中国人对人和世界的 关系理解 筷子的标准长度是 其寸流分 代表人有其轻的流域 虽然用筷子是一件小事 但它却包含了一个深刻的道理 所以一个东西是要经过一段时间的 这个时间里可能会遇到各种挑战 如果我们一无反过的努力下去 我们肯定会能够达成目标 是 你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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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